近年不少客户为移民英国铺路,希望先投资物业出租赞取回报,待移民后就自住。由于香港居住环境狭窄,他们期望再移居英国后,夺住更大的空间,拥有自己的私人花园,所以一心物色能出租。 巨星值潜力,低预算的市中心牌屋,这想法是脱离现实的,因为牌屋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市中心,因此在选择海外物业前,首要考量是用作自住还是投资,两者不能混为一谈,如果是要追求回报率,首选是市中心的公寓项目。 公寓的外观的新潮又豪华,位于市中心,故长期吸引了一班高收入的白领居住,以港人熟悉城市之一的曼切斯特为例,当地政府投放了很多资源去进行城市规划及道路基建。 世界著名的银行,顶尖科技企业都在此建立据点,提供了优质就业机会,令留学生毕业后留在当地居住。 同时,亦有不少居住伦敦的英国人以迁移到曼切斯特,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。 这些长居在伦敦的英国人不一定会在曼切斯特买房子,但会在市中心租一套房子居住,因此刺激了该区的楼价及租任市场的需求。 不许曾投资不少同类的市中心公寓,就有可观的进账,若是自住,建立新的安乐窝,牌屋无疑较为合适一家大小。 在外国,市中心外围兴建了很多牌屋供大家选择,但不许奉劝大家购买牌屋前,最好可以现场视察社区环境,了解邻居及亲身检测房子质素, 不要单凭视频就作决定,以免收楼后才发现问题。 欲哭无虑,投资牌屋时也要谨慎,要注意维修费用及租客质素。 如果不在当地,最好寻找物业管理公司代为托管。 总括而言,不者认为自住当然牌屋好,但投资还是市中心公寓,因为二手交投和租务市场活跃,获利比较容易。 21 июля 101费man高型小组管理公司代为托管 sounds 但